你好,今天是2024年的7月27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的就是這條片下面有一個聲明 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就是去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和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禁遠演群組 容許網友在討論區互相討論 但是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一個YouTube頻道 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 Sir 講一下期權和美股、港股的操作 第一個想說是接下來的8月6日 有一個期權工作坊 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去參加 這是一個付費的項目 在銅鑼灣晚上 想說回期權操作 昨天自己也有做一個叫末日期權 因為昨天就沒有什麼做 即是比較空閒一些 在9點15分到30分的時間之內 就用了一百三十幾點 就買了一套的170call和put 應該半個小時不到 大師就抽了上去 170call就200點平了 賺了80點左右 那個put那邊就輸了 那20點本來想著 後來那張put沒有平到 後來反過來 下午之前又反過來 10點平了 即是說這一套的期權 就賺了三千多元 這個是挺有趣的玩法 即是末日才有這些 這樣的delta一對一 去玩那個波幅 如果是想知道多少少的詳情 是可以報8月6日那個期權的工作坊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玩法 那你當是遊戲這樣玩 即是你打算發大財 那又不會的 但是即是當一個遊戲 一個禮拜玩轉 我想是一個幾 對市場呢 你會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我可以跟你說 那想說回那個 樓的市況 那第一個呢 就說那個CCL 那CCL呢 就還在跌著 那就 應該是現在就欠手 一百四十點 那現在是 一百四十點八 那就是去到 2016年9月25日 一三七點六 之後近八年的新低 就欠手過一百四十點 那我想都應該 那個叫做 一百四十點 應該很大機會 就搜不到 你看回昨天 現在 啟德 新世界的柏惠森 那推出五十幾個單位 那只不過呢 就埋到七間 那那個成績呢 其實就很強差人意 就是說你稍微加一點點 那個價 那個市場呢 已經是不接受了 你便宜的 你萬八塊 萬七塊 可能會有客戶 會覺得吸引 會入 但是 你一加價上去 呢 完全呢 它就不賣你賬 那 這個對發展商 那個部署 影響是幾大 因為你看回 現在那個叫做 潛在供應呢 是說 有十萬零九千貨 雖然是比上一季 是少了兩千貨 但是 都不是一個 低的數字 那 那現樓貨尾呢 就差不多 就接近 就是 兩萬貨 那 那 代售的樓花呢 就有七萬八千貨 就是兩個合起來呢 差不多有成 接近 九萬幾貨 那 還有些呢 就是批出土地了 就是隨時可以動工 那 那裏呢 大概呢 就是一萬多貨 那 如果我是發展商 我是可以 蓋房子 但是我都不會蓋房子 因為 都 還看到這麼多 前面 還有 九萬幾個樓花 還沒賣的 我為什麼要這麼急 要趕去蓋房子呢 因為你蓋房子的時候 就是你除了要 就是 繼續之前的地價 是要給利息之外 你建築費呢 就要開始蓋标 那跟建築進度呢 就要去付錢 那那裏呢 現在一個私人樓 你起碼那個建築費 起碼都成四千元尺 五千元尺 那樣 因為你沒有回所 沒有很漂亮的配套包裝 你現在的年輕人呢 是不會賣你帳 那你成四千元一尺 那你是有個差異在那裏 現在你供應房屋 即是蓋房屋 那些清水樓 都要一百萬 蓋一個單位 那你蓋一個私人樓 你四千元尺 乘回五百尺 或者四百多尺 那你是說 百六到二百萬 是很正常的 那 那 是不是 即是 還要去投入 去蓋 那萬幾個再蓋 呢 我覺得呢 機率呢 就會是小了 那這個就是 即是房地產 那個影響 是有多大 即是 有些網友 即是知道我的心情 就是說 是 即是那個大勢 大市 那個樓 是會繼續跌下去 是知道的 那這個是 即是早 年幾兩年前 即是我看不好樓市 到今天 我都覺得 不是一個投資的時候 但是 那個樓市 再不停跌下去 是會影響到 銀行的危機系統性風險 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那其實 尋有網友都說 即是說 現在 今天 幸災樂禍 即是可能你沒有拿樓的 覺得樓價貴的 你覺得對你沒有影響 但是 很坦白說 如果樓市再跌下去 你一定會受影響 就算你現在是一些 叫做 享受著 一些政府的 叫做福利 無論你住公屋也好 或者你其他東西 很多的 香港的福利 包括教育 包括運輸 包括醫療 其實很多都是靠高地政策 是把那些錢 就崩了過去 如果沒有高地價政策的 維持的稅收的時候 根本這些服務 是提供不到 就是大家要去想清楚 一件事 就是 有時的事情 你一時三刻 說要去擺脫一些過往 叫做 持資有行的收入 你未找到新的 叫做收入模式 或者叫做商業模式的時候 你是很難去維持一些基本 可以政府維持到的福利 希望大家要清楚 這個是一個很兩難的決定 你說去放棄高地價政策 你可不可以在兩三年之內 說得到給大家 聽香港可以靠什麼 那不要跟我說 我們要再工業化 我們要放科創 那這些 就是這些叫做 口講沒問題的 即是打嘴炮OK的 但是真真正正正要去靠 這些來去賺錢 我想是 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意思 那第二個 我就想講一下網約車 網約車其實現在 在2019年 有人做過一些 計算的成本 就是那個叫做Robotaxe 那在2019年 每一公里 的Robotaxe 那個成本 就是23.3 那去到今天 每一公里 就大概是3.2 一公里 而是 有人駕駛的出租車 就大概1.9 那他預計 在2026年 就會出現一個叫做黃金交叉 就是說 這些 無人駕駛的出租車 每一公里的成本 就是會等於 有人駕駛的出租車 那去到203年 他每一公里 是一元都不到 是9毫子 而有人駕駛的出租車 就是去到2.5 那這個就是 一些叫做 AI 就是有些叫做高科技 對整個世界的影響 就是 他會大大這樣 降低成本 因為 你的出租車 即是的士 我不需要 有一個叫做 司機 那只不過 他一日一架車 可以差不多 接近24小時運作 除了 是在 他充電的時候 可能 一日 一到兩個小時 是需要充電 其餘的 如果22個小時 是可以不眠不休 去工作 那他就會比你便宜很多 那這些就是 有些叫做 商業的模式 你躺在這裏 都會賺到錢 那其實一個人 的賺錢能力 最初 你是出賣你的努力 即是出賣你的工作時數 你一個小時 五百元的 就五百元 那你一日做得十個小時 你就有五千元 那是跟你那個時間掛勾 那你最盡最盡 我當你不睡 就二十四個小時 算得到一條數 那那些人 他有一些管理技巧 那他可以 槓桿到其他人 就是說 你自己 做了一些叫做 執行的 就是做了一些決策 看著那些人去做事 那你就槓桿了你那個工作能力 是槓桿了在別人那裏 那這個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是有一個 這麼好的管理方法 可以 multivate 你下面的員工 去幫你賺錢 那你就賺錢 那最簡單 就是在叫做保險界裏面 為什麼整天 他們要去recruit人 就是去 去招人 招人成為你的下線 因為成為你的下線 如果 假設人均 每一個人跟你 每一年賺到十萬元 你就賺到一百萬 如果你recruit到一百人 每人跟你賺十萬 你就賺到一千萬 那這個呢 就是你那個槓桿 下面的人 的能力 那 就是這些 但是是金字塔 就是懂得做這些管理 懂得做這些motivation 有些人呢 是另類 就是有時也命也 或者是看下你 下面 你們的下線 有沒有一些 厲害的人 會是 跑單特別厲害 那這個呢 就是在說 槓桿人 那有些呢 除了槓桿人之外 就是槓桿的資本 就是 你有錢 你投資下去其他東西那裡 那它有個爆發 令到你賺錢更多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槓桿 那 還有一個槓桿呢 就是講的好像生意上的槓桿 就是好像剛才那樣 那些妄約車 或者是類似接近的東西呢 就是一些叫做vending machine 就是自動售賣機 就是你有一部好像賣汽水機 你擺在一個很好的位置 譬如是一個屋苑 或者是一個地鐵站的必經之路 那 在這裡算吧 有一萬人走過 那可能有一百個人 跟你去買東西 那它是24小時on duty的 那這個 你就找到一個生意的模式 你躺在那裡 它都跟你賺錢的 那這個 就是叫做生意 這個就是講 接下來 應該會有很多人會是受到挑戰 因為 AI 是會挑戰很多工種 那 早 兩個星期 就是有很多內地的遊學團 前個星期就包括有上海大學的遊學團 前兩天就有江西財經大學的遊學團 那這個就是自己的師弟師妹 自己在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班那裡畢業 那些師弟師妹來 他說的是04年05年出生 就是說跟我兒子差不多 20歲 19歲 讀大一 大二 學生 那他們都很擔心 就是未來的前景 AI會不會影響到它的繁緩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 有一些 就是 擔憂也沒有用 這個一定 必然會出現 第二 看看你就沒有那個叫做alpha 你有沒有那個優勢 如果你是有優勢的 你是不需要擔心這些 這樣的AI的出現 還有 有這些工種的出現的時候 AI的工具出現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一些新的工種出現 就是 淘汰了馬車之後 自然就會有駕駛員 那你淘汰了 網約車淘汰了之後 自然會有一些新的工種 那我還沒說得到給你聽 是什麼新的工種 但是 應該就是會有一些新的工種出來 到底看一下你 究竟可不可以把握得到 那最近有一個叫做東方恩選 東方恩選 最近就跟董宇輝分手 董宇輝 其實他都說過 說過就是說 其實他本來是一個東方教育 其實就是 以前陳可新先生拍的那套戲 中國合夥人 就是講著東方恩選的前身 就是講著他們怎樣開創一個 教育的事業 去做上市 那本來他就是很安定 在線下 從事教育 但是 前幾年因為 中國 習主席就覺得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補習 那令到呢 他們要去找出路 找出路呢 就變成了一個主播 是由教學那裏面 引伸到去賣東西 那引伸到去賣東西呢 那 那董宇輝呢 就是 掛勾得很厲害 那他一個人佔那個 他那個生意比呢 就不小 他一脫離那個 東方恩選的時候 那隻股票呢 就竟然跌了很多 那這個就 想說兩件事呢 有時候那些事情 當殺了來的時候 要你轉型 可能是給另外一個機會來 就是董宇輝 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關了一道門 關了一道 就是線下教育的門 就 上天呢 就打開了一條 一個槍 就是你可以做線上教育 直播大課 那這些 很多東西呢 是被迫的 就是等同雷軍 早一個禮拜之前呢 有一個新聞發佈會裡面 他講 就是講勇氣 那個勇氣就是 就是 早幾年前 就是因為 電話 他們去碰到一個瓶頸 那他就去討論 那間公司 他們怎樣去做部署 做戰略性的部署 那有人提出呢 就是要做電動車 那他經過呢 幾個月的調研之後呢 就發覺呢 就要去做 那 那 最近 就是 這一年去賣的 他們的電動車 還有接下來會有電動跑車 都不差 出貨的量都不低 那其實他們壓住 成功了 還有呢 是轉型成功 這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你想一下看看 不是說你有資源呢 你就會一定去做到 你看一下蘋果 蘋果已經是擁有這麼多資源 他們研發了十年 最後 現在他都說 這個項目他們不會做了 他們呢 就會有 做多些叫做AI 所以現在叫做Apple Intelligence 這個就是 不是說資源 是說你 用什麼方法 策略 戰略 找不找到那個出路 那 想說多一個 就是說中環中心 中環中心肯定是一個英雄寵 就是最近傳出 有一個工業家 他會破產 其中很大的機會 就是因為 買了中環中心 就是跟成哥接貨 中環中心就有少少回憶在那裡 有幾個回憶在那裡 第一個 就是說 以前 即是未賣之前 新城財經台 有一個直播室 就是在中環中心 UG那裡 那很有趣 就是你 他那個直播室 是外面的人 是有機會看得到 進去 那些人做節目 那 尤其是 以前 新城財經台 早上 有一個王牌節目 鄉樹輝聊聊 那 未搬之前 有很多記者 就會是佈著 在那裡 尤其是 有些 出名的人 有些記者關心的議題的時候 就會佈了一群記者 在那個門口 就等他們做完節目 就會出來 那自己呢 在中環中心那個直播間 我想都做過兩三轉節目 那搬了去黃埔 那個船底那裡 應該是船尾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那他船尾呢 也都做過幾轉的節目 那 跟鄉樹輝先生做過幾轉節目 其實 那時候 我聽過那些人說 很多人是很想去 鄉樹輝先生的節目 接受訪問 因為能夠讓他接受到他的訪問 是一個他的肯定 因為他是 沒有受 就是他是很 那個 訪問呢 有很多人上去 是希望打高他的知名度 那 但是 鄉樹輝先生 就不會賣帳 就是他覺得有新聞價值 有 分享得到給那個聽眾 他才會請那些嘉賓 去上去 那自己都很有行 是上過去 我想三轉左右 那看上去應該有三四轉 那試過也有一次 訪問完出來 就有一些咪 放在門口 就問一些樓價的走勢 那我記得是有這個 情景出現 那 有印象 那 這個就是中環中心其中一個 的回憶 那第二個 就是 中環中心 那裏有 五六個租客 我都認識的 就是包括 上個 前一個星期 帶上海大學 去中環中心 75樓中國聯通 有個大的會議室 那我們帶一些學生 和中國聯通的ED 三哥 就去做一個分享 那裏 又去 那裏 那 七十 都是高層的 那是 金利峰集團 朱太那個 寫字樓 又去過 那裏 另外一間 股票行 又去過 那裏 那裏 又和有一個 business center 又去過 有一個 資金 資產管理公司 又去過 開會 那裏 另外就76樓 76樓就是其中一個 中環中心的買家持有的 那裏 那我的 契爺 就是 羅律師 就在 有一間房 那契爺的老婆 Ivy姐 那我不會叫她做契媽 因為真的不和她熟 那她就是促成 這一宗中環中心交易的中介人 那她和其中一個買家屬 她就用了這裏 那因為 最近他們都要搬寫字樓 由中環中心搬去 長江中心 有一個藝術展覽廳那裏 那裏 那之前我也有去探契契爺 去和她買些東西上去吃飯 那樣都有 那所以是有個印象 那中環中心是一個 那個市區重建局 就是由以前 就是LDC 就是土地發展公司 發展的項目 就是這一個 然後隔壁那個叫做 新紀元 中遠大廈那裏 是兩個很大型的 叫做重建的項目 因為那時候土地發展公司 有幾個很巨型的項目 在做著 一個是 這個中環中心 第二個就是 中遠大廈 新紀元廣場 還有一個就是 荃灣的六街重建 就是現在的萬景峰 還有是 兩浪豪 旺角的老豪豪 這四個 是他們 一成立 已經是定立的 那他們的項目 那他們的項目 都是十年八年起碼 那這個 他們買那個 就是 一群投資者 一群投資者 和成哥對賭 那就是成哥賣給你 你看好才接成哥貨 那時候三萬幾元呎 他們買完之後 個個都很開心 那曾經出現過 那曾經出現過 那些什麼小插谷 就是有一間叫做 中國油柱 本來就是在這個公園裡面 那最最後呢 他就縮了沙 那所以令到他們 其中那些參與在 有些人就增加那個樓面 認購數字 最後才完成到交易 在那個交易裡面 也都因為 油柱的縮沙 他們需要做一些 叫做 過橋貸款 Predging Loan 去完成交易 然後再去 分拆給個個自己 安排自己的那個 借貸 還有 有些 就是很用短平快的時間 就是拆受 那應該 蔡志忠先生 就是 亞洲地產的蔡志忠先生 應該是可以全身而退 那其他那些 就是好像 去了以前 小時候看泰山那樣 就去了一些泥沼那裡 被他絕著 你越掙扎 他就越吸一下吸一下 就整個跌了下去 那這個是幾恐怖的事 因為大家都沒有估計到 那個利率 由2022年 開始 由零息 是一下子 年幾兩年 是抽到上去五厘 那 還有維持了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是 始料不及 跟著 中美的脫歐 中國的經濟不好 樓價的向下跌 令到他自己可能 本身的業務 有些生意都不好 有些做小巴 那現在有很多小巴 簡直是 沒有去 使出來去做生意 還有生意是 真真正正受這麼大影響的時候 很多都會是 面對一些困難 面對困難的時候 就要將那些貨去賣了 那因為這個樓 他們的額度不小 就算之前摘下那些 因為那個 那個資產值縮水得很厲害 令到 蓋不到那條數 那你想一下 昨天那條片 宜和街那個三角鋪 是有 最高峰的樓價 由70萬的租金 跌到現在 今天的10萬元 跌了86% 那你想一下 股值會跌多少 那那個影響會非常之大 那這個就是說 房地產 永遠都是 timing 是比location更加重要 因為 房地產 說的那個週期 一來呢 就說十幾二十年 那你把握到那個週期 你就會賺 但是 如果你面對一個調整的週期 你上升的週期 有回二十年 我想調整的週期 都可能要整 五六年 就是 未來這幾年 其實之前我都講過 就是用技術分析看 那個樓價 未來這幾年 都是沒有運行 還有 你要去變回一個上升軌的時候 就是說你要衝回 一閘蟹貨 在過去 那幾年 現在是講 過去八年 買樓 都是要輸錢的時候 要重拾升軌 破回中原城市指數 190的位 那就是說你要衝走這一堆蟹貨 或者是用時間 他們供樓供得七七八八 將這一堆東西去解決 就是時間是最好的一個療傷的過程 但是 你是需要時間 就是 97到03是需要六年時間 才做出那個整個調整 找到一個底部 由03年再去破回97年的位 又要需要幾年的時間 去休養生息 那這個是差不多整個十年的周期 那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你十年去捱打 你或者是 告訴你增長是有限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去投資下去呢 那這個 就是現在我想 那些做買樓說 就是想著一定賺的 那個叫做心態呢 我想 不多不少呢 都會受影響 如果有陸陸續續 這些大Masa 是出事的時候呢 更加會動搖到 就是買樓必賺這個 叫做 神話 那 現在已經在坊間裡面 有些人 是要求 不止 切辣這麼簡單 切辣已經切辣了 現在還要是給甜椒 就是要給些優惠 好像03年 那樣又要 政府去借錢 給些人去買樓 成交 或者有人去打NPF的主意 利息的主意 利息的主意 有臨臨種種 是推些人去托樓市 那這個 看看你的那個 命數 就是在03年 我認識到很多身邊 有很多朋友 在這些 這麼惡劣 這麼惡劣的環境 他夠膽拿政府的 分別的時候 最後來 就是成為贏家 就是 你沒有再去加注 去做槓桿的時候 那一批人 就是贏家 那這個是 你說 將來那個故事 會是怎麼發展 不知道 因為現在 美國的 趨減息 又說PCM 跌了下來 那個 減息是有機會 那我自己 都是說那一句 看著潮 究竟 今年 會不會做到減息 究竟是一次 兩次 還是沒有呢 那我就要等那個市場 告訴大家 就是過去 年紀裡面 很多人 估計 減息的次數 又說有五六次 年紀前做出的決定 到今天 都是未退現 全部錯了 那我不會相信 這樣的預測 今天想說的 就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 聊聊聊聊 拜拜